這禮拜的天氣啊 大致上我想應該都是陰天啊 陰雨綿綿 那陰雨綿綿的話 對魚類的養殖啊 它的危害其實也算是挺大的哦 因為光合作用會容易不足 然後如果是說像魚溫 魚尺的魚容易就是 就是島嶼的現象可能容易產生啊 那觀賞魚的話就還OK啊 觀賞魚的話就比較沒有感覺啊 那剛才講的啊 講的天氣其實都不是說很重點啊 那比較重點的就是像這一種啊 像這一個過濾器啊 我們已經用了三四年了 那像以前包含像市面上的便當盒 都是透明的 那透明的話會有一個現象產生 就是說哦 白天的時候太陽折射進來的話 它容易卡藻 卡藻 那陽光比較偏不足的地方 就容易產生褐藻 那當然啦 那如果每天太陽都很強烈的狀況下啊 它是對魚缸其實還是有幫助的哦 因為它可以幫魚缸形成光合作用 可以分解一些有機物質 那缺點的話就是像現在這樣子陰天 那陰天的時候它這些藻 它沒辦法行光合作用 然後它會產生就是相反的效果 然後有的藻類開始會漸漸的死亡 那兩三年前啊 我們有也是有聽一票就是玩家 還是說店家會教 教大家把便當盒把它貼黑 那其實啊 只要在網路上啊 每個人說過的一些東西啊 我們其實我們自己都會去做一個實驗 去做一個實驗 包含像這個啊 拍這個 你看這個這個是全貼的 然後我故意留一盒沒有貼 那其實 其實我們把它打開哦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哦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裡面還是有一些 灰赫色的 灰赫色的現象產生 那這個可能是因為哦 貼的黑色它一樣是會透光 一樣會透光 那現在啊就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也可以讓你的魚缸比較乾淨 讓裡面不會產生一些藻類 產生一些藻類 讓天氣的運作不好的話 去影響到我們的魚缸的生態系統 那這個啊就是現在啊 其實台灣有八成以上的人 也是採用上布過濾 因為上布過濾效果最好 那傳統的便當盒都是這種透明的 那我們就有特地請廠商幫我們做一款 就是黑色的 那它黑色的點跟其他不一樣就是 像上面這個是鬆飽的 你看到鬆飽的它會透光哦 它會透光哦 然後這個是抽屜式的 那抽屜式的市面上的也是茶色 看茶色你照上去啊 茶色它也是會透光的 那這一款 這一款便當盒啊比較經濟 就是說它是黑的 然後它是完全不透光的 光線基本上完全照不進去 然後啊然後這個也是很便宜 這個我們只有賣一百塊 只有賣一百塊而已 所以說啊像魚缸啊 如果說像一些比較髒的 想要舊換新的話啊 會建議說哦 如果你的這個卡得很髒 卡得很髒的時候 要刷洗還是說要洗綠彩的時候 我建議啊可以直接把它換成黑色的啦 然後連底座底座也有做黑色的 整個整個 整個槽 整個槽都有都有做黑色的哦 都有做黑色的 直接換上去就可以了很方便 那雨林管的部分啊 那傳統的雨林管它是這樣子的 它這會開開啊 它會開它會打開 然後導致你夾久了有的水壓力大 它會從中間這個縫噴出來 或者說它排水不平均 那現在啊市面上也有這一種 它不同的地方是它一體成型的 它這個縮噴做得比較高 它的厚度就做得比較厚 那一樣它是可以切可以踩的 可以切可以踩的 那你放上去它也是黑色的 比較不容易卡垢 然後噴水可以更均勻 那由於啊這樣子的上部過濾啊 用黑貓宅配的時候 它會很容易摔破啊 所以說有來店裡啊 的朋友如果你想要洗綠材 還是說換一些便當盒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使用這個啦 因為它的價錢跟透明的 傳統的透明的價錢也是一樣的 然後尺寸目前是推薦使用 使用三尺跟四尺啊 三尺跟四尺比較推薦啊 那兩尺因為兩尺有的人鋼比較大 有的比較淺這樣子啊 所以兩尺目前是會建議 兩尺的話還是會建議用松寶的啊 因為它放的便當盒比較多 那三尺四尺的話 我就會建議使用這種 傳統便當盒來養金魚 那再來以前啊 我們都會去推那個雙雨淋啊 早期我們都會去推雙雨淋 那現在基本上不太推雙雨淋 因為雙雨淋啊它的馬力 它的馬達就是要變一倍啦 就譬如說像這樣子啊 像這樣四尺缸嘛 像這樣四尺缸的話 如果說我們馬達用三千形的啊 三千形的 那如果我用雙雨淋的話 就變成說這個魚缸的馬達要用到六千形的 這樣子它兩個管噴水才會平均 那重點來了 六千形的它的水流太大 水在噴在咬太香了 會養久了之後 會對魚的尾巴 對魚的尾巴產生一定的影響 然後甚至養了半年以上 它的尾巴跟它的背脊 它的形會跑起 它的骨頭每天對抗那麼大的阻力 會導致它的魚的身形 產生畸形 所以後來啊 你會發現說 兩三年前之後 我們開始就不去推這個雙雨淋的 那如果說你養其他熱帶魚的話 大便量大的 像雪鷹舞啊 白金蝴蝶龍裡的話 這種雙雨淋的可能就會更適合啊 那鯨魚的話 我是覺得鯨魚不太需要用到雙雨淋啊 會有反效果啊 那以上是我們這種黑色便當盒的一個介紹